第十九題 某一物體受力的情形如A圖所示 作為此物體的施力與摩擦力關係圖如B圖 依據此關係圖推論 若施力為6公斤重 則物體所受的摩擦力為若干公斤重 我們曉得要讓物體恰可開始運動 必須要抵抗它的最大近摩擦力 所以這裡就是最大近摩擦力 在最大近摩擦力之前都是近摩擦力 那麼所謂的施力就等於近摩擦力 所以我施力4公斤重 那麼最大近摩擦力就是4公斤重 那麼如果我的施力超過了4公斤重 它就會開始運動 這時候就會變成所謂的動摩擦力 為一個定值 就是這邊的所謂的3公斤重 3公斤重的狀況 所以題目裡面所給的是我要施力6公斤重 已經超過了4公斤重 東西就會開始運動 因為超過了最大近摩擦力4公斤重 所以運動之後就變成所謂的動摩擦力 為一個定值 圖上顯示的是3公斤重 所以第十有題問我們說 若施力為6公斤重 則物體所受的摩擦力為若干公斤重 我們答案選的是B 3公斤重 因為施力6公斤重 已經開始運動 所以會變成一個為定值的動摩擦力 3公斤重 3公斤重